你又穿,他又穿 現在十個有九個女孩結婚都穿裙垮 但原來九十年代沒有人穿的 差點失傳那麼快 幸好他請教整個裙垮業 垮王是靚在手工、細心體 垮上的金銀線沒有穿過快布 是靠不同顏色的繡花線定住 這些就叫盤金手藝 每針每線都是人手繡 繡一件要練伴 我覺得做裙垮工藝或設計上 完全是一件藝術品 王師傅做裙垮45年 說這件藝術品上 每針每線每幅圖都是一份祝福 你看到牡丹有牡丹富貴 你看到龍鳳又龍鳳正長 你看到有五隻幅書 就是五福林伴 其實穿卡不是簡單的 以前媽媽會把垮傳給女兒 代表將祝福傳下去 王師傅希望這份情不要消失 也不要因為傳統、老土、靈魂垮沒落 所以不斷創新 製作Hello Kitty垮 早在09年設計水晶垮 拿了專利 還新增金魚這個元素 第一套金魚塊 其實真的我想出來的 我就簡單想了四個字 十全十美 然後我們每件衣服規定 售十條金魚下去 那就十全十美了 王師傅對垮充滿熱情 是他申請將裙垮 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還說如果沒有香港 你和我都沒有垮著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因為我們售了一條龍 他要禁制所有的龍 不讓他出口 上海、北京那些 之前都未接觸過這件是甚麼 香港是一個特區 群垮就在香港一直維持住 香港人保存垮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位置 和很重大的意義 就是告訴人 群垮真真正正是香港的垮